给陈茂生写信之后 赵汉又给所有穷县的镇长 群发信件让他们报告山民情况 镇长们陆陆续续回信 都抱怨山民不好管理 就拿永宁县来说 全县也只三个镇 镇长若去山民家里探访 有时候单程就得走一两天 基本全靠各村的村长进行自治 村长没有工资 全靠用爱发电 否则会把财政拖到崩溃 而且拿下永宁县已经三个月 山中的分田工作都还没搞完 再看龙泉县的报告 分田工作同样没做完 原因也是山路太过难走 好在这些地方的山民不像客家人那样抱团 而且人地矛盾也比较突出 只要把官吏派去 给他们分发田地 山民都很拥护赵汉 宣教团和农会也能顺利发展 赵汉仔细思考之后 写下一篇文章 山中之政 铺路围绕 这篇文章 经秘书们腾抄之后 立即发给各县镇官员 那些山区官吏 今后的主要工作 就是组织村民修路 将路段分片区化给村镇 各村负责自己那一段 盲时耕种 闲时修路 当然 红薯和玉米的推广 也同样不能放松 特别是红薯 山地平级 那玩意儿能让农民吃饱 至于赴税什么的 其实赵汉并不指望 山民能养活本地官吏即可 别让总兵府拨款就已经很不错了 赵汉慢悠悠走回内宅 把盲春来 李邦华请到家里吃饭 还没到傍晚 三人坐在院子里喝茶 赵汉拿出一张纸 递出去说 自备编好了 两位先生且看 盲春来扫了一眼 又递给李邦华 李邦华扫了一眼 又递还给赵汉 儿子都生下来大半年了 一直没有起名字 本来赵汉给娶了一个 但盲春来和李邦华都反对 这是未来的太子 起名必须谨慎 因为会给之后的子孙定下相应规则 比如朱元璋的长子叫朱彪 于是儿子全都目字旁 他们让赵汉准备谱系自备 甚至参与进来帮忙制定 但整出的东西都让赵汉给否决了 现在 赵汉自己弄了葛自备 历代子孙排序为 匡氏即明 治国定邦 安抚续穷 始至莫忘 文昌武圣 内修外壤 选贤举能 其道大光 李邦华提醒道 指三十二字 是否太少了 赵汉笑着说 我还嫌太多了 能传二十个皇帝 便是死了我都能孝醒 明太祖定的自备道士多 大明皇帝能用到度几个 李邦华瞬间无语 就没见过这样的 别说开国君主定自备 便是普通大族 也会整出一长串来 赵汉道好 短短三十二字 似乎是嫌子孙传国太久 不如再加三十二字 芒春来建议道 赵汉摇头说 能传三十二代 既可笑傲历代皇朝 三十二代而不惜 那算子孙的本事 到时候他们再续定也不迟 赵汉用手指沾茶水 在石桌上写下长子的名字 赵宽还 这名字也是有讲究的 赵汉不想讲究 大臣们却硬要讲究一番 名为火德 水能克火 因此赵汉取代明朝是天命使然 否则为何名字里正好带水旁 水生木 因此儿子们当代木字 还 大 威武 赵宽还 赵宽还 李邦华念刀两遍 总感觉有些别扭 幸好赵汉没给儿子取名赵宽印 赵汉也很别扭 难道自己的子孙也要来个元素周旗表 二哥 我回来啦 赵真方背着书包 蹦蹦跳跳进来 见了盲春来 李邦华 立即举身行礼 盲先生 李先生 好 盲春来高兴道 李邦华坐着拱手 并未站起 他以前想站起来 被赵汉给制止了好几次 赵汉问道 今天学了什么 赵真方站在哥哥身后 趴在椅背上说 上午学算术 我早就会了 下午练字 背诵唐诗 又叫了女工 不错 努力学习 赵汉鼓励道 士生们开办的女校 不叫四书五经 赵汉也没有强求 实在是会那玩一儿的女老师没及格 说实话 赵汉越是研究理学 越觉得理学博大精深 其哲学思想影响了中国今后几百年 即便是21世纪 中国人的许多言行 都被理学潜移默化而不自知 赵汉没打算废除理学 但必须删除许多内容 同时 科学思想也该引入 今后不能纯以八股文取式 准确地说 不是引入 而是启发与创造 因为西方现在也一塌糊涂 东一锤子西一榔头的瞎搞 牛顿要等到崇祯上吊的前一年才能诞生 赵汉很想重新编定盟学教材 但他整天忙于军政事务 根本没时间亲力亲为 那些世子编定的玩意而他又不满意 不多时 习越来换众人吃饭 费如兰已经摆好了碗筷 李邦华见一次唏嘘一次 便是普通的大户人家 也没及格女主人亲自摆碗筷的 咚咚咚 进来 秘书院的一个军务秘书 不顾赵汉正在吃饭 送来一封翻译好的秘信 赵汉看完顿时笑道 崇祯正式恢复监军了 高企前还得格总监的头衔 盲春来 李邦华对视一眼 同时说道 贺喜总镇 崇祯之前全面召回太监 后来只是小范围重新派出 而且权力并不是特别大 今年打子破关 带着略来的十八万头牲畜 还有许多人口和财货 大摇大摆的离开京畿 还在长城边上立幕排个关免送 文臣武将 果然不敢送 做事清军从容撤退 崇祯被刺激到了 彻底丧失对文武的信任 他不但重新派出太监 而且监军权力变得更大 达到了整个明朝的巅峰 唉 可怜的大明都士们 本来就做事艰难 今后还要被太监指手画脚 李邦华问道 太监监军已至江西了 没有 赵汉笑着说 估计刚刚出京 还得一两个月才能到 李邦华顿时更为惊讶 赵汉的密探真厉害 太监还没出京 消息居然就传到了吉安府 其实也没那么玄乎 任命各地监军太监之前 相关消息就会迅速传播 附设那群读书人都吵翻了 一格格闹着要上书阻拦 扬州密探得到消息之后 立即送至九江 九江再送到南昌 由徐莹转发到赵汉手里 可可可可 朱谢远比赵汉晚一天得到消息 他傻傻躺在床上凉酒 突然就是止不住的咳嗽 皇上 糊涂啊 其实派不派太监 都跟朱谢远无关 因为他已经病入膏肓 现在连下床吃饭都困难 都师 王先生求见 让他进来 王庭氏来到病床前 拱手说道 拜见都师 做吧 朱谢远有气无力 王庭氏被俘虏之后 只关了半个月就放走 他对外宣称 自己躲到旧友家中 生病休养一场 才悄悄逃回南昌府 王庭氏哀声叹气道 都师 上次拜北 梁家子皆不愿从军 晚生在乡下根本无法募兵 朱谢远宽慰道 非你之过 是我指挥师当 我以上抒请罪 也让江西三司举荐你父亲 究竟如何只能慢慢等待皇命 王庭氏朝门外看了一眼 低声道 都师 从南昌到九江 如今人人皆为赵贼 便是能招募到士族 今后打仗恐也难为 官兵将士必然望风而逃 扶我坐起 朱谢远说 王庭氏连忙搀扶 朱谢远撑着床颜 艰难无比地坐起来 这位都师说道 封城一战 官军尽丧 干北已无可用之兵 换成别的贼寇 恐怕要大举扩张 攻略促辅都不在话下 可那赵贼却沉得住气 只是派人组建农会 等瓜熟蒂落在下手 翻遍史书 也找不到这样的反贼 旗帜甚大也 我已时日无多 不怕因言获罪 若大名江山倾覆 得天下者必为此贼 王庭是顺着朱谢远的意思说 都师高见 南昌府城 南昌县城之外 如今近卧于农会手中 农民与店户 纷纷加入农会 便是一些贫寒世子 也被那赵贼所蛊惑 今年的秋凉 是肯定收不起来的 秋凉赋税的征收日期 是从秋凉收割到次年二月之前 当农会发展起来 城中官吏都不敢出去 一格格躲在府城 县城 大地主也不敢阻拦农会 实在是封城一战 官兵败得太惨了 他们害怕对农会下手 今后遭到赵汉的清算 那时候就是举足覆灭的下场 如今谣言满天飞 有说赵汉会妖法的 有说赵汉星宿下凡的 也有说赵汉是千山废氏家奴的 为了尽量隐藏身份 赵汉也派人散布谣言 一会儿说自己是集水某族家奴 一会儿说自己乐安某族树出子 一会儿说自己是釜州某族商谷子弟 一会儿还说自己其实是私言贩子 谣言太多 官府无法确定实情 也就懒得去追查千山废氏 此时此刻 费印环依旧在福建座之州 王庭氏低声说 左部正使丁奎楚 已经称病促日 我怕此人会挂印而走 朱谢元沉默不语 连部正使都吓坏了 这江西还有救吗 王庭氏又掏出一本册子 递上去说 都师 这是最近流传的反贼之书 朱谢元翻开一看 顿时彻底无语 大同女将录 收录了108位女宣教官 从姓名到履历 写得清清楚楚 如果说 大同籍是给读书人看的 那这玩意儿就是专给女人看的 所云的 旦有像 也会说 多多则 突然是专门